马小桃到底有多变态 徐三师直呼我懂 随着马小桃的霸气登场 霍宇浩和王东险些成为烧烤 好在天梦哥的出手 不光就下了霍宇浩 还帮助马小桃压制住了五魂内的邪火 但是这个压制只是暂时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梦哥的兵属性气息 终究会被马小桃自身的凤凰火焰给炼化 但是马小桃如果能够找到一名 极致兵属性五魂的拥有者 假如还是男性的话 让他和马小桃成为两配 就能化解马小桃体内邪火凤凰五魂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只有那样 马小桃才能在未来真正的一飞冲天 而现在的马小桃已经完全受到邪火的制约了 不但修炼速度下降 甚至还会危及到生命 但这对于马小桃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他不想因为这个因素嫁给不喜欢的人 所以他就找到了老朋友 此人正是徐三十 在第八集的预告中 马小桃找到徐三十的地点 则是霍宇浩的烤鱼店 因为在徐三十吃过霍宇浩的烤鱼后 便一发不可收拾 他不仅爱上了这一口 基本上每天都得有烤鱼相伴 不仍吃饭都没有精神了 随后而来的马小桃本是来找徐三十的 但路过了霍宇浩的烤鱼店 也让这位很少问世的美女停下了脚步 毕竟烤鱼的诱惑客不是一般人都能够抵御的 在徐三十看到马小桃是来找自己的时候 二话没说瞬间变成了听话的消炎猫 而当霍宇浩看到这一幕时 简直惊呆了 因为徐三十性如烈火且桀骜不驯 作为五年级的学员 他在外院的地位甚至比贝贝还要高 因为天赋强大 很多六年级学员都对他敬畏几分 就算是老师也不会让他有如此态度 但他不知的是 马小桃可是内院的学长 在内院也是名列前世的存在 如今他是来找徐三十才出现在了这里 而他找徐三十的原因 就是因为徐三十的玄名归武魂 在目前学员中是谁属性最好的武魂 他可以借助一定的力量帮自己压制体内邪火 虽然这个过程对徐三十来说就像是百炼成钢 不过一般也只有好处 但过程却十分痛苦 而徐三十有幸的被马小桃折磨过数次了 这一次徐三十只希望马小桃能够轻一点 看得出来这伤害和暴击 绝对不亚于徐三十和江南南的后门之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